第十八题桌面上有甲乙饼三个杯子 三杯内原本都装有一些水 可是这些水不一定一样多 三个都不太一样 先将甲杯的水全部倒入饼杯 甲倒入饼 这时候饼杯的水量 这个时候的水量 是原来甲杯里面水量的量 倍多四十毫升 如果我们现在再把乙杯的水 全部倒入饼杯 乙倒入饼 此时饼杯的水量是原本 乙杯内水量的三倍少 一百八十毫升 如果过程中的水没有满出来 也没有倒不准 倒到旁边去 也没有这种情况 原本甲乙两杯内的水量 相差多少毫升 我们画个图来说明看看 就比较清楚了 这里有三杯水 有甲一饼三杯水 我们假设呢 甲呢里面的水量是A 乙呢里面的水量是B 饼呢里面的水量是C 第一次把甲杯的水 全部倒入饼杯 这是第一次 那这时候呢 饼杯里面有多少呢 饼杯里面就有A加C 原本的C再加上甲杯倒过来的 题目说呢 饼杯的水呢 是原来 原来甲杯 原来甲杯是A 的两倍多40毫升 两倍多40毫升 好我们得到了第一个式子 这是第一次 甲杯倒入饼杯 那甲杯就空了嘛 那饼杯剩下A加C 第二次继续倒 把乙杯也倒入饼杯 甲杯原来倒入饼杯之后 饼杯有A加C 乙杯也倒入饼杯 这时候饼杯有多少呢 饼杯就有 除了A加C之外 又加一个乙杯的B进来 他说呢 饼杯的水量是 是就等于 原来乙杯 乙杯是B 三倍 少180 好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两个式子 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式子呢 相减 假设上面这个叫做第一式 下面这个叫第二式 我们把第二式减掉第一式 这时候你可以发现 左边呢 这个A减掉 A减A没了 C减C没了 剩下B 左边就剩下B 右边剩下 3B减180 减2A 减40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把A跟B呢 通通移到左边去 就变成 就变成2A减2B 等于负的220 全部再除以2 A减B就等于负的110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A呢叫做假杯原来的水量 B叫做乙杯原来的水量 把假杯的水量扣掉乙杯的水量 等于负110 表示原来假杯的水比较少 乙杯的水比较多 而且它们相差多少毫升呢 相差110毫升 假杯比乙杯少110 乙杯比假杯多110毫升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B 这个选项 好了 在我们上市的续小组